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好久不见,这个视频是我2017年的第一个视频 首先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好像有点晚,不是1号了,今天应该搭到8号 我录这个视频 为什么我录这个视频呢,是这样 因为2017年开始,我想我的这个视频频道做一下转型 因为06年我主要是以这个游戏视频为主 那到了17年的话,我想咱们做一做其他类型的视频 金融股票,我想做到类似这样的视频 因为我是从2006年,07年开始做外汇做股票 到今年正好也差不多10年的时间 10年时间,经历了一次金融危机 然后呢,也是赔了一些钱,也赚了一些钱 所以今年开始呢,我想做一做这个投资视频 因为以前咱们玩游戏嘛,咱们赚的钱都是假的 那么今年开始呢,咱来真的 我想呢,咱们用真钱,咱们试一试啊 首先呢,在这个试着这个真钱的游戏之前 我先想先说一下我这些年来所使用的一个股票的交易系统 这个其实网上有很多的文章啊,我也是学了一下 因为毕竟这将近时间的经验 我也是试验了很多的操作系统,试验了很多的交易系统 我感觉这个系统呢,怎么说呢 更加容易稳定的盈利 所以呢,今天我做这个视频 把这个股票网格系统呢,介绍给大家 对投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视频 今年其实我是这么想啊 就说不光做股票视频 我也想继续做游戏视频 但是呢,就不像去年那么比例这么高 呃,我还是以这个股票交易系统 股票交易视频为主啊 呃,咱们玩真的 不玩假的 好,那咱们马上开始啊 我先给大家讲一讲 我做的这个网格交易系统 是个什么系统啊 有兴趣的朋友 咱们继续往下听 首先说,什么是网格交易系统 其实很简单 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 就是利用股价双向波动进行获利的系统 大家请看,双向两个字呢 我打上了一个颜色,绿色 什么叫双向波动啊 就是说咱们这个股价 或者说是外汇 或者说是ETF等等 什么都好吧 呃,它肯定是上下波动的 那么股价 一般咱们在国内做股票的时候 如果除了这个股指期货之外 呃,只有说是股价上涨 才能够赚钱,对不对 呃,我是这样 就是说咱们在这个市场中 咱们挑选可以双向交易的股票 或者说是这个交易品种 利用股价上涨 咱们做多赚赚钱 同时呢,利用股价下跌 咱们做空赚钱 这个呢,是非常适合于网格交易系统 呃,大家可能这么听不太明白 为大家举个例子啊 大家请稍等 好,大家请看啊 呃,我这是一个excel啊 为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呃,网格系统啊 呃,我在,比如说我在100块钱的位置 我买了,比如说1000股 可以吧 然后呢 当这个股价涨到101块钱的时候 我呢 卖100股 这样的话我获利是100块钱 对吧 稍等啊 我加号在哪了 哎,获利100块钱 这没问题 然后呢 当它涨到102的时候呢 我再卖100股 这样我获利200块钱 对吧 那么这1000股的话 当它涨到什么时候啊 应该是涨到110的时候 咱们把它打全啊 我看它能不能自动啊 这个excel 应该和微软的excel一样好使啊 好,到这个位置时候 咱们都减100 嗯,稍等 因为今年开始 看总玩游戏的话 没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真的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每隔 一块钱 咱们都能够赚取相应的利润 这样的话 当股价由100涨到110的时候 大家请看 咱们赚了多少钱 5500 那么呢 同时在100块钱的时候 没完啊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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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做空 1000股 大家请看 稍保 我用这个颜色标志一下吧 红色代表我是做多 绿色代表我是做空 做空的话 如果说这个股价 它下跌 比如说它下跌到99 的时候 我呢 就 抛 这个不叫抛 叫做赎回 因为股价做空的时候 咱们用的是这个配资嘛 或者叫做信用交易 咱是借钱 或者找人借股票 进行抛出嘛 那么当它下跌一块钱的时候 咱们把它赎回 赎回的话呢 咱们肯定也是赚100块钱嘛 对吧 那这个股价 它会持续的下跌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达到一个双向交易的目的 到了90 咱们这边肯定是 100到90 都是在这个这个 每隔一块钱的话 咱们就赎回100股 这样的话呢 咱们和刚才一样 这个位置应该是赎回 这就是我的系统 就是说 咱们在一个股价 一个价位的时候 咱们呢 买入一只股票 同时呢 咱们再卖出 当然这个数量可以不一样 比如说我这个买入是1500 这个地方卖出是1000 都可以 这个根据咱们系统 或说根据行情的趋势 来进行不同的这个股数 买入或者卖出股数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 要做实际的分析 这个在我今后 石盘过程中呢 会给大家讲解 就是说 这个系统的综合的来说 一句话来说 就是说 我在同样一个价位 既买出 既买入又卖出 如果它上涨时 我抛出 我上涨时 我抛出买入的股票 下跌时 我能赎回卖出的股票 达到股价震动的时候 我进行盈利 那么比如说 咱们就拿这个例子来看 当这个股价 它如果说是下跌的话 它跌破90的时候 在90这个位置 我同样再卖出1000 这个没有问题吧 同时 我再买入1000 然后在这个价位的时候 它还会进行波动 对不对 如果它在90的时候 上涨的时候 我还按照这个逻辑 进行操作 那么就是说 有90的时候 涨回100 我在这个位置上 还会盈利5500 如果说90的时候 我卖出1000 它再下跌的时候 我在这个位置 还能够盈利5500 就是说我双向 不管这个股价上涨 或者说是下跌 我都能够赚钱 这就是我这个系统的 主要思想 好 咱们回到我的这个PPT 这个就叫做网格交易系统 它就是说 把这个股价 打成了多少个网格 当这个系统价格 到达我每一个网格的时候 我都会进行获利 这就是我的系统的精髓 好 咱们继续往下看 我的这个系统 适合哪些市场 我在这想一下 因为根据我的经验 我认为最适合的是股指期货 或者叫做ETF 为什么 因为ETF 首先我是这么想 这个股价 我认为 它是在匀称的波动 或者说叫做均匀的波动 就算它低下去 它肯定会涨上了 比如说咱们上证A股 咱们可能说 这个上证A股跌到零吗 不会 那么所以说 如果说咱们买任何一只股票的话 可能会有暗箱操作 也许它会一直跌下去 或者一直涨上去 这种系统不适合网格 而对于股指期货的话 是一个大盘的指数 咱们仅仅是交易指数的话 非常非常的适合 网格交易系统 所以我推荐您用这个系统 来操作股指期货 或者说是ETF 其次 这个系统我认为还适合于大盘股 大盘股 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 不过中石油中石化跌的比较厉害 这个关于大盘股该怎么选择的话 我后面会有说明 咱们暂时先认为 最适合交易的是股指期货 其次是大盘股 接下来还有一个外汇FX FX 因为以前我曾经用这个系统 操作过一段时间的FX 这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当股价震动的时候 我的获利颇丰 当这个股价走出 当这个汇价走出单边趋势的时候 你得需要庞大的资金去拖住它 因为每下跌一个网格区域的话 你就需要补一定的资金进来才可以 所以如果用这个系统操作外汇的话 我觉得用石盘交易比较好 就不要用保证金机制了 最后 最后这个系统其实还适用于期货 但是如果您要用期货 用这个系统交易期货的话 我推荐用低杠杆 不要用高杠杆 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用10倍 或者说50倍杠杆 那算了 那你就最好不要用这个系统交易期货 低杠杆 比如说两倍 最多三倍了 其实三倍我觉得风向都比较大 两倍资金来交易期货 也是可行了 但是我不推荐您用这个系统的交易期货 如果非要做 那就低杠杆吧 或者说接近于外汇的石盘比较好 好 那咱们接着往下走 网格交易系统的前提 这个系统不是说上来就能交易 它有前提 什么前提 我尽量把我想的东西 用一句话 两句话给大家说明 今后咱们在石盘的视频过程中 咱们再一点点去实验 好 咱们看一下 股价总是涨的 很简单吧 你如果想用这个系统交易 任何一只股票 任何一只外汇 或者说一个外汇对的话 货币对的话 要记住这一个宗旨 股价总是涨的 换句话说 有的很多国内的很多经理 基金经理 他们就是这个宗旨 他们认为上证50一定涨 这是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上证50一定涨 中国股市一定涨 他们基于这个前提下 在套用网格系统 他们肯定是获利颇丰 这个我是这么认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强大的 或者叫庞大的资金基础 这个系统其实主要 就是说你只要有庞大的资金 稳定盈利不成问题 我现在目前的实际来看 年收益在10%左右 是不成问题 如果遇到大的行情的话 肯定还会更高 而且这个系统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资金的回撤率 有时会比较大 尤其对于单边的时候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咱们还要根据图形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但是咱们的前提 宗旨 大家一定要记住 叫做股价总是涨的 如果股价总是跌的 有了上次我看到哪个股 从60跌到两块 那种股票 绝对不适合于网格交易系统 好 咱们知道前提之后 咱们继续往下走 选股理念 大家请看 这是我的一个选股理念 首先说咱怎么选股 第一 大盘股 你不用选中小盘 有很多的朋友 我认识了很多人 他们也是在做股票 他们非常喜欢选中小盘 为什么 很简单 拉升比较快 当然它跌的也比较快 我是不喜欢 因为这种交易系统 我更希望是稳定交易 而且要有一定的成交量 别每天成交量非常的低 那咱们想卖的时候卖不出去 想买的时候买不过来 我不推荐 我希望的 我推荐这套系统用大盘股交易 而且选股的时候最好是PE在10以下 就是说股价不会太高 PE有的达到100 创业板 创业板平均好像是80 那这就最好别用这个系统 为什么 它容易走出单边 PE太高的股价容易走出单边下跌的趋势 不推荐采用PE过高的股票 我这写的是10以下 你说15行不行 也可以 20行不行 不能再高了 然后第三PB PB是2以下 其实我选股的话 PB一般我都选1左右 2以下我觉得都有点高 但是咱们现在中国A股的话 包括深圳 2以上的多 所以说中国股票比较贵 不过无所谓 反正我选的宗旨供您参考 PB在2以下 净资产 在2以下 什么叫净资产 对于不太懂的不太知道 朋友 我给您介绍一下 比如说公司值1万块钱 它发行1万股 一股就1块钱 对吧 这个股价肯定就按照1块钱算 如果它涨到2块钱了 股价是不是就高了 那么2块钱除于1块钱 它的PB就是2 这是净资产 换句话说 当股价低于1块钱的时候 如果公司倒闭的话 您能够获得比您股价更多的资产分红 资产分收益 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肯定在实际操作中 不会这么简单的计算 您只要知道PB大概的意思就可以 接下来第四点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成交量 或者叫做成交金额 其实有的在咱们国内的话 非常喜欢用成交量 其实我更喜欢用金额 其实差不多 就是说上证A股来说 或者说咱们中国股市来说 咱们选的股票的每日的成交金额 这只股票最好在6000万以上 因为我比较是经常交易日本的股票市场 所以我规定了一个金额的下限 就是说我交易的这只股票 每天的成交额在10亿日元以上 也就换句话说 差不多和人民币6000万以上 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 换句话说 咱们这个股票得流通 不能说这个股票天天没人买 也没人卖 就在那待着 这股票咱别交易 不行 到涨的时候它也不涨 到跌的时候它也不跌 咱天光看着 光贴了肝着急 光出汗 咱不这么干 这是咱们每天成交额6000万以上 第五 高分红 咱们中国叫高送转 就是说我得有分红 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下跌的单边趋势 那么这股票不能死在那 那怎么办 我可以拿取分红 对吧 每年两次分红 同时呢 我有股票 我还可以去申购新股 这都可以 所以呢 高分红 高送转 是咱们选择股票的另一个条件 这五条件 是我这多年来操作股票 所总结的经验 当然可能有的朋友 还有很多的其他技术指标的经验 咱们在今后的示范的视频过程中 一起交流 一起分享 好 咱们再往下 然后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 对吧 首先说咱们是 像我吧 是一个人做股票 我认为啊 我每天还得上班 然后呢 做股票 其实是业余的 业余爱好 所以说我一个人不可能说天天盯着股票 所以说我操作股票呢 五只 五只左右 六只 也可以 但是呢 不要超过太多 有的朋友 一个人操作二三十只股票 哎呀 我天哪 天天光数月数就数不过来 我觉得不这样 咱们就认真选好股之后 来操作个五六只 把这五六只的股票的股性给它摸透 呃 我觉得这一年下来 利润应该是 没有问题 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证 只要不像2007年那种大跌 那个应该是我认为啊 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往下走啊 有朋友说我能力比较强 我想操作实质行不行 您可 您来 我的水平 现在因为我不是专业做股票嘛 所以不可能说是操作这么多 五只 六只 就是我的上限 好 咱们再往下啊 参考指标 呃 指标太多 技术指标太多 因为我不是这个金融出身 我是做IT出身 那么我要是操作这个股价的话 怎么入场 怎么出场 呃 我就喜欢看一个指标 MACD 足够了 而且而MACD 最重要的参考的呃 指标在哪里 因为它是这个趋势指标嘛 它不是正 因为指标分两种 震荡指标和趋势指标 我呢 比较喜欢这个趋势指标 然后呢 这趋势指标的MACD里面 我更常用的是它的背离 MACD只看背离啊 呃 其实我不光看背离 我还看它这个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还看它的这个红柱绿柱 我来判断买卖点 比如说这个绿柱 缩短的时候 大家请看 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就是我该做买入考虑 当这个绿柱 比前柱低的时候 大家请看 大概这个位置 我考虑做卖出的动作 呃 我目前最常用的 就是这个红绿柱的高低 以及MACD是否背离 比如说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呃 红柱较高 但是呢 股价却不高 这个位置呢 股价较高 红柱却较低 这就形成了背离嘛 股价向上 红柱向下 那它就是说是一个下跌趋势 这个在MACD的应用中 非常广泛 也是非常的方便 呃 这个在今后的示范过程中 呃 会一个会两个就差不多了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条21日均线 这个我就是参考 其实在实战过程中 我用的还真的就不多 主要是用MACD 呃 供您参考啊 好 然后说到我网格系统的实验 我给您说我的系统 然后有的朋友说 你你别光纸上谈兵 你用这个系统能不能赚钱 行不行 哎 我就这么想啊 我呢 准备咱们今年2017年一年的时间 我呢 用实盘操作 咱们真金白银练一练 看看我这个系统 真的能不能赚钱 如果说不能赚钱没关系啊 呃 赔的是小马 赔的是小马哥的钱 您呢 也不用担心 而且呢 因为我是这么想啊 既然做 咱们就认真做 所以我呢 并不采用什么模拟盘 没有意思 咱们真的就实盘 用实盘 因为实盘你才会真的认真嘛 你真的认真 才会出成绩 出成果 如果是模拟盘的话 可能做了 一看大家 哎呀赔钱 赔钱我不做了 我再重开个账号 咱不这样 咱们就真金白银 咱们真的到市场中 去试一试 去汤一汤这个水 然后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个 上证A股的账号 所以呢 我准备使用 呃 日本的股市 日本的股市 应该是 因为咱们这个是交易系统吗 因为这个交易系统 适合于任何的股市 所以呢 呃 我用日本的股市 来试一下 呃 应该也是 在咱们国内的A股上 也能够这个 这个 试用 如果说我用A股的话 可能我就存在这个 哎 你看看 你是不是在介绍股票 是不是 有这种介绍股票嫌疑 咱不这么干 我用这个 日本的股市 同时呢 可能我还会操作一些 个这个外汇 这个也没有什么 这个介绍股票的嫌疑 同时呢 也能够达到 呃 咱们学习系统的目的 这是我的初衷 最后再说一下 我的系统理念 最后一句啊 行情不可预测 咱们只做简单的跟随 因为现在有很多 这个分析师啊 都喜欢预测行情 会涨会跌 可能一根大阳线 他就认为行情要涨了 一根大阴线 他就认为要跌 咱不预测 反正咱们不管上涨 下跌 咱们网格系统呢 都能够赚钱 那咱们就按照 都能够赚钱的方式做 做一年 咱们看看 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赚钱 您学到了系统 赔钱 赔小马哥的钱 我是这么想啊 好 那2017年的第一期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从下期视频开始呢 咱们就石盘操作 我呢 准备了一些个资金 咱们就真的 真金白银 到市场上去挑战一下 这个庞大的 这个庞大的 怎么说呢 充满世界精英的世界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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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